所以 吉田茂 和杜勒斯当时在签 就在我们合并联合的时候 吉田茂有达杜勒斯功能 第一 你说 请你杜勒斯爱意见 我们日本天皇在疫苗数五年四月千年 已经扳过教书 在台湾平和两队土地实施日本的宣伐 在万国公法里面说 因为教合的教书 明治宣伐的教书 还说到万国公法的标识 台湾恒湖这些国家依应变奏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 可能在座没什么人听到 神圣不可分割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相信在座各位 你怎么听到的 为胡锦涛 为胡锦涛 为江泽民说明 但是最近三年 他们已经没错了 为什么他们不讲 因为中国开始研究建政法 建政法已经在中国的高层 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为南京军机的司令员 向他们招招的命令 要向八十七个学生教书 作为来研究建政法 当时由武汉大学 一个研究团队去研究建政法 这个建政法里面 所以 罗伯涛在沙利亭出一份前 武汉大学 以所研究的战政法里面的 所有的论述 韩国 里面 亦无疑 全独独 台湾 亦无共 为什么 但是在去年 经过月而已 3月14日 三月十四日 当时 温家宝在十七大记者会 里面 自从中国干纳 台湾以后 中国人 政府招援 没人以台湾自由行 代表什么意思 都让在国政法里面 因为国政法规定很清楚 什么来说 建政法 我给各位要先刷牌 什么叫做战争法 战争法的法律 没有成文的规定 是条文4的123 战争法 里面 是五种公约 或者条约 也变为战争 第一 1907年的 海洋议事公约 第一 日内法 和平公约 第三 红十字会 总章成 里面 有关建建的国文 就是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就是 美国陆军首席 也在手册里面 有三千多条 这些条文 变成战争法 国际要遵守 可以说 战争不移转主权 如果战争可以移转主权的话 我相信贾琳 今天就是现在 美国一定去拽育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都在的土地 这个战争不移转主权 为生意的时候开心 一定要尊秀的 从1830年 拿破仁时代一样 拿破仁时代一情 战争就是并分 我相信 这个国家就变成了 但是 后来 世界 1830年 以后居传心 不成为战争法 战争不得移转主权 他说 庄华民国 1945年 三月分 十二月替山 他宣布中华民国 迁都到台北 这要是有学文的 他怎么说 中华民国迁都到台湾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流亡政府他都忘了 那你为什么不能一个台湾 我清除到台湾了 为什么要讲台北 好 流亡政府 要不要离开 他自己的法定土地 在外面的地方 来成立政府 临时政府 这种情景 一定是在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湾是什么 法国 叫做结国叫什么 法国人 遭到伦敦成立 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 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 French 像乐团 比利时 也同样叫做结国 来 要是在避免 他在避免 他叫做Bilicia 他也是在伦敦 海 当地 韓國 流氓建物之上海 叫做Corea 相海 我請問中華民國 在國政上現主持有名字是什麼東西 Chinese 台北 中華民國的人 甚至一些稿子就跟你騙了 他說叫做綜合台北 還是叫做中國台北 其實它的原名是什麼 Chinese Exist 流氓 政府 印 台北 Chinese 台北 所以Chinese 台北這個名字是 維印 中華民國在世界上 要參加國際組織的名稱 已經跟我們大家說 他就是叫流氓進戶 那我 當然 要跟國際組織的 我用的鈔票 中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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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跟我是中華民國這麼多的 說的 中華民國 他們給我獲獎 在東南亞 到國上承認 我以前來說 我要怎麼 審五十塊美金 在海外 還是在移民署的時候 五十塊美金 甚至一百塊美金 才會不會過 台灣人 還說一個比較現實的 在1915年 八月十五日本導航的依據 請問各位 誰轟炸台灣 什麼人轟炸台灣 日本的請你走 日本 都沒有 你比較聰明 成大比較聰明 美國轟炸台灣的走 不錯 美國轟炸台灣 所以那時候來說 美國人是台灣人的什麼人 敵人對不對 是敵人的壓性 不錯 我都給你們騙 中華民國跟美國是同盟國 台灣人的敵人 是美國人 美國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請問 台灣跟中華民國關係是什麼 敵人 你怕什麼都不在那 拿一遍 你怕什麼都不在那 你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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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什麼都不在那 這件事裡面有說出話 戰爭法裡面 沒有打贏打輸 這件事 Win Lose 沒有 戰爭法裡面是跟你說什麼 崑純 真伏 誰 真伏誰 那如果真伏對方 它到那裡 他到 utan意 降臨 整盆 征服者 有占領的權力 irie 最怕的是 日本給我們打白 讓美國打敗 美國單獨一個國家來鋒炸台灣 我請問各位 什麼人有歡迎在台灣下面 美國 那不是 那些人有問題說 你們怎麼中華民國的下面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這裡 這是萬一體1945年9月2號 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第二條一條 讓蔣介石來台灣接受日本軍方的投降 投降 這兩個字 這個字 在戰爭法裡面是沒有意義的 投降意 是不是代表中戰 代表中戰 就是中止戰 沒有 沒有 你如果有那麼聰明 我騙你不過 好 沒有什麼時候是中戰 對 和平條約生效日 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 就金山和平條約 生效日一天台四 這裡有叫做中戰 有的人說 如果中戰為什麼今天 台灣是中華民國在這個土地點外 中華民國法律憲法在裡面 從來沒有把台灣放到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沒有修改 完全沒有修改 但是中華民國的憲法沒有修改的時候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常常跟你說 問題是台灣人聽不懂 這麼不可以移鑽出款 所以台灣人跟你說 我台灣要投降 還在戰爭中不可以 所以你如果驚驚要投降 你變成什麼 跟美國直接對抗 所以美國人跟你說 獨立代表戰爭 你不要聽 啊不可以獨立 不然要怎麼樣 我們要恢復台灣地位的正常化 啊怎麼正常化 你不要聽你 中華民國代替美國 你不要聽說 軍事進入在台灣這麼念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本身都不清楚 所以 要跟你讓中華民國 讓中國人要跟你努力 啊 我可以說話說 美國用很多手段 就今天和平條約 上海公報 1972年2月28號的上海公報 台灣人 裡面所有的台灣人 他們對台灣人怎麼稱呼 聽清楚 The People of Taiwan 今天叫The People of Taiwan 台灣關係法裡面 所有的台灣人是誰 The People of Taiwan 那 The People of Taiwan 來反應 The People of Taiwan 這兩個關係法 都叫做台灣人 但是這兩個叫做台灣人 不一樣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叫做什麼 本土台灣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什麼 住在台灣的人 所以 美國跟我們說 台灣不可以公投 有關主權的部分 你不能公投 為什麼 奇怪 美國真的 民主自由的國家 怎麼不可以公投 是什麼理由 不可以公投 因為台灣這個土地 有兩種人 一種叫做The People of Taiwan 一種叫做The People of Taiwan 一種叫做本土台灣人 另外一種叫做 流氓在台灣的中國人 反而大陸 原來是這樣 所以美國你幫你翻譯 美國說 台灣不可以進到聯合國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一個國家 台灣要這麼頑張 說到這個地方 我會回頭前說的那個 問題 台青大國的大風地中 台灣和橫湖 跟台灣的周邊巡島 各讓給 永遠各讓給 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從那個時候 擁有了台灣這塊土地的 所有權 主權 所以美國 他也說 他說 我美國對台灣沒有野心 沒有領土的野心 你們想說 所以有人說 喔 你去主地委身邊 台灣要變成 美國的五十幾隻手 不可能 如果要變成五十幾隻手 波動力都行不便 想要害 大青的皇帝 可以 割讓台灣這塊土地 給日本天皇 這國際化多一點 聽不懂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只有殖民地 或殖地 才可以割讓 不公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殖民地 或殖地 可以割讓 你這個問題 你先想 台灣是不是 大青帝國的殖民地 台灣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來 我給你看一張圖 你有沒有看 這張圖 大青帝國的時候的圖 台灣圖 怎麼欠一看 右邊哪個圖 右邊是什麼人的圖地 原住民的圖地 左邊這個圖地 當時大青帝國在這個圖地 黑兵園 有六個屯墾區 不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大青帝國的大皇帝 比像台灣 割讓給日本的時候 很要求 他不是他的土地 拓殖在這個台灣 甚至都割了一塊錢 所以日本 到樓下 他就發現說 一塊台灣 得到很多原住民的擺炭 你有沒有看 塞德克巴蘭 這個意思就是這個說法 文化不同吧 本來我原住民 我直接看到 我為什麼要被你 異族來統治 嘴巴擺炭 所以在1905年 日本政府 叫一個人 叫做 James Davidson 這人是在1898年和1904年 在台灣 美國的領主 美國的領主 就要去廈門做領主 日本政府請他來開會 開一個國際會議 討論什麼 原住民到底 有沒有主權 因為美國有經驗 美國跟英國有經驗 所以 討論說 沒有 原住民 只有部落 有求財 他沒有領土 沒有主權 所以日本政府 決定從1905年開始 動用警察 動用軍隊 來做原住民 政府 而且我用政府 我沒有打扮 政府 所以在1905年開始 台灣這塊土地領管 四百年來 頭一次建立的主權 日本人 在1922年2月26號 《華盛頓財軍協定》 《華盛頓財軍協定》 裏面第19條 證明台灣和股市 屬於日本的決定 我相信這些議員都沒聽 我希望你大家都很明顯 我所說的 等你 好 請他們 都知道 電腦都會上網去查 看我所講的 有哪一點是騙操 我這個所說的 都不帶感情 都是發論 現在有人說 台灣的問題 用政治來改善 抱歉 不可能 建議改善 一定要給法律改善 法律如果看我這件事 是你的人 什麼人來 就是 派兵派警察也不好 法律上這件事 你會就是你 現在來經營台灣 我剛才有說 殖民地 還是拓殖地 可以擱讓 但是麻煩在那裡 我如果想請說 要叫遼東半島 擱讓給日本 有人說 遼東半島 怎麼會擱讓 擱讓 擱讓 三我出來抗議 義大利 德國 和蘇聯 看看 看看 等一下 遼東半島是屬於 與中國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不可以擱讓給日本 老闆啊 日本 就不請一個遼南條約 用遼東半島 天吼大清帝國 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誰都不能分割啊 就像那河邊條約 台灣這個土地 幫我管任何人 沒有 台灣那個土地 是不是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答案是 我們如果說是 你會想問為什麼 你聽清楚 1947年的2月22號 有一個義大利條約 義大利也有參加建建建建建建官 台上還有23條 義大利 忍不誤放棄 O right and title to 索馬利 你注意一下 你有注意嗎 義大利 Renounces 放棄 All Right and 日本是放棄什麼 Right Title and Claim 主張 義大利是放棄 Right and Title Somari 為什麼 就是建議 Somari 是義大利的執領地 但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二十日本天皇宣布日本的教室 台灣就已經變得起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了 就這麼簡單 一個是領土國土 一個是自立地 Somari 對 意大利 這個Somari 意大利放棄 一年 到 到 聯合國 托管 聯合國 到義大利 到一萬十年 到義大利 到 Somari 到 台灣的問題來了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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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說 2006年 10月24號 我 和兩百一的肺炎 的董事 去過美國 美國 在2009年 4月7號 我們得到五個判決的結論 第一 台灣人沒有國際 台灣人沒有國際 第二 台灣人沒有國際 新人的政府 第三 台灣人還沒有國際 政治戀獄 第三 美國的法醫 規定 用行政單位 要主動協助 聯合 美國法院承認 新人 美國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這就是 就這樣和平條的 二十三條 來這裡 Principal of Q3號 你如果碰到主要佔領全國 有一個主要的 一點點是什麼 次要 這個次要就是什麼 中華 這中華民國 在我們台灣 在1945年 10月25日 跟你選保護 台灣一天回歸中國 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 面積 甚至 所有在我們台灣的法律上 所有台車裡面 都沒有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不相信 你回去問 你老闆有書 你跟他問說 你搭車的時候 有搭著舊金山和平條約嗎 他就說 沒有 這麼多的條約 我要讓你台灣人看 他跟北京台灣的地位 就這台北京條約 我要讓你台灣人看 你要看 中華民國 這台北京的心態 是什麼 他在台灣 他在1946年 1月12日 被選保 所有台灣人的國際 集體規劃 知道嗎 集體規劃 為中華民國國 其實一個國際 要符合三個條件 第一 我自願 我愛濟緣 我願意 什麼說 第二 愛照發熱 第三 每一個人 都要有他的國際 人民 人權國的那裡 15條 至一和15條 至二 誰要清清澈澈 我告訴你 你怎麼說? 張華民說,絕對沒辦法嚇壞 絕對壞不過啦,你說對嗎? 對 打破了 別人嚇壞是甚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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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華民國又嚇壞他 不對的地方,他很聰明 你給我看,現主席馬英雄 他的所謂的內閣都是甚麼 都中華人 百分之七十 為甚麼?台灣人都這麼煩燙 台灣人都沒有資格 你看你們的蔣教授 我覺得這個人很好 看他很清楚 他就要去做內閣 來張華民國內閣都不願意 因為他張華人在那裡 在我們台灣的土地 證明啊 你要聽他的啊 因為佔領在建設法裡面 有佔領有甚麼? 臨時效忠條款 所以 2006年 10月24號 我們帶200一隊去顧美國的時候 當時跟美國說三項 他現在都開始去做了 第一點 但你不宜轉主權 所以你這樣就不能叫我台灣人去做兵 日本民治憲法的招書 1945年4月1號公布 讓給台灣人參政權和參戰權 各位 你能看參政、參戰這很簡單的 那是參戰權的 參戰權的意思是什麼? 公民才能有參戰權 因為你有一個效忠的對象 全世界所有的人民 對你的國家效忠 所以你才去扶兵力 說到這個地方 給你一個嘗試 因為我們這裡的同學 絕對都不聽不懂 我問我們這裡的同學 日本天皇的國籍是甚麼? 日本天皇的國籍 如果知道我等一下送你一本書 同學在這裡 有喔 日本天皇的國籍是甚麼? 黑白玉啊 日本天皇的國籍是甚麼? 我告訴你 你不怕 日本天皇跟台灣人一樣 沒有國籍 為什麼日本天皇沒有國籍? 他沒有效忠對象嗎? 所以美國看一看說 台灣人沒有國籍 我這裡跟那些日本人說 哈 老闆你看到我的身體 你為什麼? 我跟日本天皇一樣 我感覺到 沒有國籍 因為日本天皇沒有效忠的對象 所以日本天皇沒有國籍 所以日本天皇沒有國籍 不要說你不知道 你若有一份 你若有一份天皇的國籍是甚麼? 日本天皇的國籍是甚麼? 不一定打得出來 因為劍啊日本啊 他敢不害 大法 你一定無法 所以今天 美國已經要求 中華民國 你限制真兵 媽媽 你竟然說要募兵 我去募兵請看看 他如果募兵我就再去 不可以募兵 你募兵是否叫台灣人去效忠誰 當然 國籍也 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是甚麼? 不是台灣國 你搞清楚齁 如果現出是有意志 日本天皇還不說話以前 你不可以募兵 抱歉 要募兵 上一份國 法律啦 法律啦 你不要緊張 法律 法律 日本天皇 和日本政務的管理是甚麼? 要說到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務的管理 我先說一個觀念給各位知道 1945年9月2號 當日本你簽那個投降書的時候 你不存在 你不存在